大家好 我是詹姆士 我現在在捷運劍南路站 這一兩週都一直在下雨 所以很難安排登山行程 所以今天下午就趁了稍微有一點放晴的時候 來走一下市區的步道 那今天要走的是這邊附近有一個叫做激南山的一個步道 那步道的登山口就在前面 那我們就出發吧 步道的登山口就在前面 那如果要往劍南爹園那就可以取右行 這邊就是激南山自然園區的登山口 那我們就從這邊進去吧 激南山呢它原本是一個聚落 但是因為它是山坡地排水很差 那常常發生這個災害 那所以在這裡就改建為激南山自然園區 那它以這種木棧道啊 碎石啊 或是鑽石鋪設這樣的人在公布道 激南山的地名是怎麼來的呢 那清代和日本時期 那大直一代的居民會將內湖到這邊的山 它的山形運用想像力把它稱作基隆山 那所以呢 那這邊呢 它是在基隆山的南方 所以就把這裡稱作基隆山 那步道呢 沿途可以看到一些水利防洪的設施 我們現在要越過自強隧道囉 現在的下方就是自強隧道 這裡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些廢棄的建築 那這邊呢 它原本是一些民宅的聚落 但是呢 在2001年 納利颱風來的時候 那造成的土石流 那使這邊沿山二十餘戶的民宅 都全倒了 那於是呢 市府他就將這些 在危險坡地的民宅都拆除 強化水土保持 然後將這邊改建為一個自然不倒 來提供民眾一個休憩的地方 這下面呢 就是自強隧道的路口了 激南山自然步道 這條步道呢 它私通發達 那它可以通到激南山 文堅山 那或者是到東吳大學都可以 那所以呢 常常有人把這條步道 跟其他的步道一起連著走 那不過呢 今天天氣還是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只在激南山的步道走一下就好了 我們越過自強隧道了 我們越過自強隧道了 那我們到了自強隧道的另外一個方向 這邊緊接著就是自強公園 這邊緊接著就是自強公園 接下來這邊我們要繼續往下走 走到實踐大學的方向 這邊種了很多酒窮 這邊我們要繼續往下走 章樹 這邊下面是圓形廣場 那看起來都沒什麼在辦活動 這邊樹木滿密的 所以實際上不太會閃到太陽 這邊就是步道的終點 然後呢它下方有一條小溪流 那在納利台風的時候呢 滾滾吐石油就是從這邊爆發的 然後造成下游的民宅的災情 那現在整個溪流都已經整治完成了 那在這邊呢 溪床上面有設有這個潛壩 然後呢 是可以鞏固河床 然後去阻攔一些沙石 上面溪流 以前吐石油就這樣整個下來 這條溪上面呢 有一座橋 連結這個溪流的兩側 那這邊呢有一條途徑 那這邊往上走呢 就可以接到老地方 那不過後面可能有一些路段 會比較不好走 那而且呢 快要下雨了 那我們就從這邊 就開始下山 然後走往時間大學 結束今天的一個旅程 不會滑喔 有氧化很嚴重的生態池 我們走到石建大學的後面呢 那我們剛才這樣子走一下 總共1.5公里 然後35分鐘就走完 所以是一個非常輕鬆好走的路 那不過呢 這邊沿途大概就風景 那比較多的是 在講這邊這個聚落以前的一些故事 好 那我們今天旅程就在這邊告一段落囉 下次再見 掰掰